2009年的12月31号的上午11点多钟 一场集体婚礼在河南省方程县的全民健身广场举行 然而就在婚礼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 新人手中的氢气球突然爆炸 导致24人受伤 其中中毒烧伤的有7人 2009年12月31号上午11点多 一城万民牵手联想今世原定的公益集体婚礼 在方程县的全民健身广场举行 当时有16对新人参加了庆典仪式 自然这种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投钱赞助的商家 大约11点30分 婚礼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 就在所有的新人要借助氢气球来放飞手中的铜心骨石 几百个氢气球突然发生爆炸 在医院的病房里 记者见到了这些烧伤的新人们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已经面目全非 就是瞬间 当时就看到了一片火 就是大火吃了 你排我我排你 他看到他桌了 那时候我的衣服都全部都脏了 你看我的手臂都这样 头发好长 现在剩这么多 前面都 拿着孩子此前的手机照片 看到已经被烧成重伤的儿子儿媳 王凯英伤心不已 家长们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是由方程县妇联和共青团方程县委联合主办 多个商家赞助 但自从事故发生后 除了活动赞助商 牵手勤婚庆公司 垫付了一些医疗费外 几乎再没有人出面解决此事 而由于医疗费的问题 医院方面也不能保证及时用药 他们也感到很为难 倩如果嚼不爽的话 人家也要放 问你说那